结婚多久了吗 七八年了 她是跟你身体情况一样 不是 她是正常身高 她是正常身高 她有多高 163左右 163左右 当时也是一个朋友介绍的 互相加QQ认识的 突然有一天她说 梅子 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我说你神经有谁能看上我呢 她说你别自己这么想 你很漂亮 你可以的 她说对方是一个孤儿 十几岁的时候就自己出来 闯荡自己生活 她过去可以帮你们家人干活多好 听她一这么说 我觉得还对父母能有帮助 我就说好吧 那就加加看吧 刚开始我是不怎么敢跟她去搭话 差不多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内 她每天会来问我 你在干嘛呀 你吃饭了没有啊 就是今天在干嘛 就是问这些关心的话之类的 回答的都是 对 吃了 很简单的那种 就是比较不是很 不是很热情 对 因为自己也是害怕 也害怕就是上当受骗的那种 不敢相信说人家会来跟你 真的跟你当朋友啊 更何况是处对象的这种状况 然后突然那一天 我跟不到跟我妈就是起了猴角 起了争执的时候就 我特别委屈 就觉得说 是不是我长成这个样子就是 累赘 对 就是会是你们的累赘 然后 就是突然有一种念头 就是说我想出去 我想走出家门去 不想待在家里 就是在那种心情不好的情况下 我就跟她说 一开始我们俩不是 朋友介绍处对象的吗 那你现在觉得我怎么样 如果可以的话 你能把我带出去吗 就是我想出门去 没有马上回答 就是沉默了一下 然后说给她几天 几天时间考虑这样子 然后过后两天的时间之内 她就考虑清楚了 就跟我说 她就好吧 但是我不能带你出门 就是愿意跟我谈对象的那种 她说我不能一下子 把你带出门去 这样子父母会担心的那种 所以就这样相识的 对 然后我俩就明确地说 以男女朋友处对象的那种 后来怎么决定结婚的 我们让她来说好不好 她叫什么名字 李光磊 大家好 主持人你好 好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来自福建厦门 我叫李光磊 我是光明松的老公 李光磊 光明磊落 对吧 我当初也应该叫涂光磊 你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34岁 刚才我们聊到说 你们因为她想离家出走 所以你们才确定了男女关系 就是你们确立了男女关系之后 怎么走向结婚的 她父母反对吗 刚到她把我带她家的时候 她家族那些人啊 一连三天的轮流来看我 从早上到晚上 有看她弟弟怎么泡茶 泡茶方式 然后我在那里慢慢泡茶 给他们喝 问我平常在哪里工作 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 但是他们也可能会担心我嘛 担心你 是不是骗人呢 对 是不是来骗钱呢 我通过几个月的努力 然后帮家里面做做活啊 差不多三个月左右 然后我跟我老婆就商量着 让父母更加相信 然后先去领个证 我们觉得领证之后 就是大家都会 就会放心的那种 不要担心她是一个坏人嘛